我上学的时候 这好像是大饭堂 我记得当时 每一个北大的同学 手里会提一个饭袋 这个饭袋就是用那个 羊肚子手巾给封城的 我记得我提了四年饭袋 但我不记得我洗过这个饭袋 当时大食堂的菜 有四个阶级 一个阶级的话是五分钱的 炒土豆丝 炒羊白菜 炒萝卜丝 第二等的话 鸡蛋西红柿 炒萝豆腐 这是一毛钱的 一毛五的开始有肉了 鱼香肉丝 公报鸡丁 到两毛钱的 有回锅肉 红烧肉 还有丝洗丸子 我是一个农村孩子 一毛五以上的菜 我在北大四年 从来没有接触过 跟他们不熟 我最爱吃的菜 是锅塔豆腐 不是肉菜 但是因为这个豆腐被炸过 油水比较大 半米饭 人生不过如此 呼呼喝秋 在大食堂最大的惊喜 不是你排队买到了这个 锅塔豆腐 而是当你排到的时候 你是最后一个买锅塔豆腐的人 因为到最后了 盆里边 汤汤水水水 大师傅一下倒到你盘子里了 最悲催的是 你前一个同学 有锅塔豆腐倒你没了 他买到锅塔豆腐之后 他会看你一眼 这已经到了 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 庆幸之余 有些幸灾乐祸 最大的奇迹 在我身上发生过 等我排到的时候 前边的同学 就剩了一份 但这个同学 思索了一下 说就剩了 最后一份的锅塔豆腐 他一定特别的凉 我改主意了 我想吃鱼香肉丝 这个锅塔豆腐 就到了我的饭盆里 当我吃着幸福 锅塔豆腐的时候 我问了一下 那个吃着鱼香肉丝 改主意的同学 我说你是哪个系的 师兄 我说他是经济系的 经济系 不是我们国法院的前身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